文将施华上个赛季对于张玉宁来说,简直就是,暗无天日,在德甲布莱梅的日子,他甚至就没有踏上过德甲比赛的草皮,好在人挪活树挪死,重新回到荷兰的球队, 张玉宁的状态最近保持得非常不错,不仅接连赛热身赛中进球,而且还攻破了参加过欧冠的球队的大门,虽然只是一场热身赛,但本场比赛张玉宁效力的海牙队的对手希腊联赛的帕纳西奈克斯实力不俗,多次征战过欧冠赛场,本场比赛张玉宁并没有首发出场,而是在第70分钟的时候替博登场, 他在第8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面对队友的地面传球,张玉宁突入禁区冷静攻破对方门将的实质关,值得一提的是,这已经是中国前锋在六场热身赛中的第五个进球,状态火爆。 张玉宁第86分钟的进球与他灵活的跑位,和果断的起脚密不可分,但是同样的机会也曾出现在实欲赛中国队对伊朗的比赛中。 当时中国队传球至伊朗的进去里面,吴磊面对这一机会,明显不够果断自信,处理得拖泥带水,最终无功而返,尽管吴磊在联赛中表现不俗,但是在国家队的比赛中,他总是像变个人似的。 挥霍掉的机会远远大于把握住的机会,希望这个进球能更加帮助张玉宁树立信心,毕竟吴磊的提升空间已经有限,而张玉宁还处在上升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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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